什么是养豆 咖啡豆到底需不需要养豆 要养多久 养豆就一定会比不养豆好喝吗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养豆这个话题 所有只要是买过咖啡豆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养豆 这个问题也是买过我们咖啡豆的人最频繁的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听到养豆这两个字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操作 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技术性的步骤 新鲜烘焙出来的咖啡豆都会慢慢的往外排出二氧化碳 简单的来说就是咖啡豆排气的一个过程就叫养豆 这个过程它也可以是密闭的 它也可以是敞开的 这个是我为这期节目特意放了一个月的我们的罗马的并配豆 排出来的气体密封的袋子它已经完全绝的膨胀起来了 那当然即使是你开了袋也算是一个养豆的过程 因为咖啡豆它也是在持续的排气中 而且开袋后咖啡豆跟空气跟光接触 它整个的排气就会更快 豆子氧化的速度也会更快 首先我说个人的习惯 我喝咖啡从来不会刻意的去养豆 我买了咖啡豆就直接开袋喝了 开袋可以一边喝一边养 就是我绝对不会买了之后特意等到多少天才去开袋喝 新鲜的咖啡豆你在吃作的时候它的排气会特别多 咖啡液体流出来的这种大泡泡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拉长一些萃取 萃取的多一点 那喝起来也会更顺口一点 开袋后十几二十天之后 那咖啡豆它排气其实就没有那么多了 就按照你自己平时的正常萃取方式来就好 那另外不同的烘焙机对于养豆的过程 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法 那目前这几种类型中 你像直火的半直火以及热风 那这三种烘焙机呢 咖啡豆烘焙出来的口感相差还是挺大的 所谓直火就是火苗 直接烤到了咖啡豆 那热风呢就是完全没有火苗 就像是一个超高温的吹风机 吹出来的热风把咖啡豆烤熟的 半直火呢则是通过这两者的协调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直火烘焙 或者是半直火 可能会需要养一养豆子 排排咖啡味的那个烘烤的味道 那不然刚开始喝的话 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这种烧烤味 而热风的烘焙机呢 它不需要养豆 也会有一个非常顺滑的口感 所以说呢大家买豆子的时候也可以顺便问一下 你们使用的烘焙机的类型 那这样的话呢 你对自己的咖啡豆会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我等下来操作一下这两包罗马的配配 那一个呢 这个是养了一个月 我还没开袋的 那另外的这一袋呢 则是刚烘出来 我就开了袋开始喝的 那我们就可以来制作对比一下这两包咖啡 但前提我说一下就是我们都是用的热风烘焙器来烘的这个豆子 也就是说它是超高温吹风机吹熟的豆子 哇 这个排出来的气真的好香啊 这是养了一个月的豆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两只 这个呢 是我没有养的豆子 我称18克 接下来呢 再把养好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豆香 这个还没拆 这个我先直接拆掉 看一下养了一个月的这个豆子 可以看养了一个月的这个豆子呢 它已经有点出油了 有点亮亮的能看出来吧 称18克 大家可以看左手边呢 这个是没有养 右手的这个呢 是养了一个月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养了它和不养的它豆香也会有一些区别的 然后你如果而在夏天的话出油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快 可能你隔个三天四天左右 咖啡都就会出油 但到冬天的话呢 半个月它才会出油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杯的味道上边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我要做横向的对比 所以说呢 我就用我们这个single deuce的pk100来磨它了 好我们先萃取第一杯这是养豆了的 可以看就是明显在养豆的这一杯呢 它在萃取的这个状态里边其实是没有泡泡出来的 然后整体的油脂从前往后都是比较均匀的 这杯是养了豆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萃没有养豆的 来 没有养豆的给大家看一下萃取的状态 你们可以看就是没有养豆的这一杯呢 明显在出来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大的气泡在连续的出来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萃取的这个状态 好 结束 没有养豆的这两杯 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左边的这两杯呢 是没有养豆的 没有养豆的这两杯呢 其实它的油脂的气泡 就是creamer的泡沫 貌似是更大一些 然后养了豆的这两杯呢 那它的creamer的泡沫 creamer会更细 更丝滑一点 这是从外观上来说 那我们来喝喝看吧 我喝一下espresso 我先喝一下没有养的 哇 就是香苦的味道 很香很苦 挺丝滑的喝起来 再喝一下养了的这个 味道喝起来 它的香味苦味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 养了的这个豆子呢 它喝起来有一点圆润的感觉 它的风味口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可能给到你口腔的触感是不一样的 我再喝一下 喝起来是挺顺口的 比较顺 我第二次喝的话呢 其实这种感觉更明显 养了30天的这个呢 它确实是喝起来 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就是在你口腔里边的圆润度 丝滑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没有养的这个呢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creme的 你是说颗粒感也好 或者是说咖啡细粉的这种感觉也好 就是它的丝滑度 没有养的这杯丝滑 但是喝起来的味道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这么细微的区别下 它的一点点不一样的变化 我再把这两杯做成cappuccino 再对比一下cappuccino的一个区别 哇 黄油蒟奇 丝滑 很香甜 好香好甜的感觉 烤面包的这种香气 我再喝一下没有养的这杯 说实话这两杯我喝起来味道一模一样 没什么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再来一遍 一旦加奶把它稀释冲淡了之后 是真的这两杯我已经喝不了区别了 这两杯喝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黄油曲奇 烤吐司的这种口感 又喝了一遍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OK 好吧 那这个是养了一个月的 这个是我没有养的 然后这个豆子是很新鲜的 才烘焙出来 今天是第四天 OK 好 那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做奶咖 它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特别大 浓缩有一点点微小的变化 但是也不是说是那种天翻地覆的那种变化 这就是今天的这两个对比吧 其实真的是在喝奶咖的时候的差别 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根本和不是的区别 这期视频主要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咖啡豆养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喝咖啡嘛就是突一会开心 简单一点就好 那不需要太复杂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